WIT的死亡边境2教学之如何解任务转游戏点数与全地图任务攻略资料表分享 WIT要分享死亡边境2获得点数方法与全地图任务攻略资料表 下方说明会放时间点清单,请多多利用 影片分,不课金获得游戏点数方法、游戏点数用途、每日全地图任务攻略、解任务拿贡献换奖励 不课金获得游戏点数方法 不课金又想获得点数的方法除了带刺激购买外 还可以利用不高然的排行榜去拼名次获得奖励游戏点数 排行榜解任务是雇佣兵分类,奖励有分每日、每周、每月 排行榜解任务每日奖励 第一名100点游戏点数,第二名50点游戏点数,第三名25点游戏点数,第四名15点游戏点数,第五名10点游戏点数 排行榜解任务每周奖励 第一名400点游戏点数,第二名200点游戏点数,第三名100点游戏点数,第四名50点游戏点数,第五名25点游戏点数 排行榜解任务每月奖励 第一名1500点游戏点数,第二名800点游戏点数,第三名400点游戏点数,第四名200点游戏点数,第五名100点游戏点数 除了解任务拼排名可以拿游戏点数,还有其他排名可以获得游戏点数 详细可以去布告栏查看 游戏点数用途 游戏点数能用来 1.扩增栏位 觉得仓库不够大,四级跟四人交易栏位太少,人物栏位太少吗? 再选择人物画面的升级栏位 可以用500游戏点数扩增 2.购买外观 可以跟外观物品商人购买特殊外观 3.换游戏币 游戏点数可以找商人贩售到四级转换成游戏币 穷到只剩游戏点数的玩家可以到四级卖游戏点数赚钱 每日全地图任务攻略 想要拼任务,但黑粉任务攻略网全部是英文又没有地图对照 跑任务要找对应程式又要开翻译卡卡的不顺畅吗? 登登登登登 这时候要使用上司课心ZGoogle试算表 感谢JP杰夫提供WIT中文任务攻略Google试算表上司课心Z 上司课心Z试算表连结会放在影片下方说明 上司课心Z在4MAP全图分页可以看到全地图 全地图中的格子只要右上角有黑色小三角形就代表有任务 只要把滑鼠移到有黑色小三角形的格子上 就会显示任务建筑与路径 觉得地图太小可以调整浏览器缩放就能放大 路径缩写大致上与任务攻略网黑粉类似 上司课心Z在封面分页有任务种类与路径缩写说明 左上角是任务种类的中英文对照 左下角是路径缩写对照 路径缩写与WIT前面分享的任务小帮手影片类似 要留意楼层是用更直接的2F 3F 2楼 3楼 一此类推 B1 B2地下一楼地下二楼一此类推 中间下方的是范例房间图片 玩家进入房间后每个门对应的缩写 绿线是玩家进入房间的出口 解任务拿贡献换奖励 有打算长期长时间游玩死亡边境2前每天解任务的玩家 只要加入死亡边境2上司课心Z找JP杰夫英雄片 警5636了解规则 完成任务外还能获取贡献值跟上司课心Z兑换奖励 上司课心Z是算表贡献值兑换区分页 可以查看能兑换的奖励 能兑换游戏币 弹药、医疗用品、装备、强化道具、外观造型 死亡边境2上司课心ZDC连结会放在下方说明 如何解任务赚游戏点数与全地图任务攻略资料表 分享影片到这边告一段落 还没有订阅WITYouTube频道的请协助订阅WIT感谢您 有什么想说的 想问的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WIT的影片 请协助按我喜欢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 可以开启小铃铛通知 我是WIT 下支影片见 拜拜